2024最受期待的韩剧篡位今日首播 土汤池想要逆流而上 那就必须借助金汤池这根绳子 他叫韩太吴 因特殊原因转学到了马州县 马州县有一家全国前十的集团公司 董事长的三儿子强人下 是个不受待见的私生子 太吴安顿好后找兼职的时候 偶然间撞见人下在偷便利店的东西 老板也看到了 大碍于集团势力他没有生招 一下被两个人无视 人下心里非常的不爽 他故意在太吴经过的时候 又偷拿了卖水果老奶奶的东西 然后嚣张的挑衅少管闲事 太吴刚来马州县 尽管心里非常的不爽 但他还是选择了忍耐 可人下压根没想放过他 故意堵住就开始找茬 然而太吴告诉他 其实被偷的人全都看到 至于为什么没生招 是因为把人下当作了透明人 人下听后火一下就上来了 立刻拦住想要离开的太吴 其实太吴清楚 人下那样做事想得到关注 他建议去偷些更大的东西 也挑小商贩下手 其实这些话说到了人下的心坎上 但同样的激起了他的挑战意 第二天 马州高中开雪 凑巧的是太吴被分配到了人下他们班 这下好了 人下随时都可以欺负太吴 当所有人都以为太吴会就这么算了的时候 他端起自己的餐盘狠狠地砸在了人下的面前 紧接着一脚将其踹翻 二人瞬间就打在了一起 实际上人下经过了专业的训练 如愿以偿地狠揍了太吴一顿 幸亏教导处主任及时出现 这才制止了此次打架 很快原本要被罚的人下 利用家里的关系离开了办公室 傍晚太吴准备回家时 突然接到一通匿名电话 然后像封了一样往寺庙的方向跑 原来马州县是他妈妈的故乡 晚上太吴将妈妈送上了大巴车 纵使内心非常舍不得 但他不得不这样做 原来电话是狱中的父亲打来的 他派小弟们去找母亲的下落 因为有些误会得必须解开 返回家的路上 太吴路过一家拳馆 恰好偶遇了无所事事的人下 人下嘲讽他该不是想学来打自己的吧 没想到太吴面无表情地问 拳馆教不教杀人的技巧 人下瞬间来了兴致 决定免费教太吴格斗的方法 但前提是得先赢过他 人下的拳头像雨点般砸在太吴的身上 比赛瞬间失去了悬念 然而就在这时 太吴看人下的样子 突然变成了狱中的父亲 曾经他虐待家暴母亲 以及殴打年幼自己的情形 立刻浮现在了脑海中 委屈 不甘和怨恨让太吴失去了理智 一下就把人下给扑倒 并对他疯狂地挥动拳头 甚至差点掐死对方 好在没过多久就回到了现实 最终靠着这不恨你 太吴获得了人下的认可 然而这俩人却像小孩子似的 谁也不承认对方是自己的朋友 第二天 卷毛不知道在哪得到的消息 听说太吴爸杀了太吴妈 也就是说太吴是杀人犯的孩子 一时间弄得班级里的同学人心惶惶的 然而人下脸色一沉 质问卷毛该不会也在嘲讽 他是私生子吧 表面上是用身份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保护太吴 没想到太吴一点都不冷清 表示自己对此事一点都不在意 随后二人来到天台 太吴坦言那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妈妈假死 所以继父背叛死刑正在坐牢 人下听后一点也不感兴趣 这时太吴提出二人做朋友 更贴切地形容应该是合伙人 他不甘愿一直蜷缩在下等人的圈层 所以必须得利用人下 作为爬到上流人是圈层的绳组 至于交换的条件 太吴将实现人下想得到的东西 人下想不通他凭什么说大话 太吴直言自己的智商全国仅有0.01% 今后他制定计划就可以了 一晃步入了大学生活 他总是注意到对面公寓的一个女孩 太吴平时将学习资料课程优盘交给人下 而人下替他寻找 兼职家教的上流家庭 说白了就是必要的人脉关系 而这一次是人下一父一母的妹妹 另外一边 夏董事长决定成立一个未来战略科 科长的人选一直没有决定 这边教授叫太吴到办公室商量事情 关于他的一份论文书 前不久教授从夏市集团得到个提案 刚好与论文的内容一致 其实这一切全在太吴的预料之内 他断定夏董事长若想投资各个领域 就必须成立新的科室 教授试探性地提出买下论文内容 价格可以随便开 实际上太吴知道 教授是帮助夏市招揽人才的猎头 果然在他离开后 教授就给神秘人打去电话 声称太吴肯定是一股新力量 而这个神秘人正是夏董事长的秘书强承珠 离开办公室以后 太吴看到了住在自己家对面的那个女孩 但他依旧没有上前打招呼 反倒是女孩主动询问干嘛装作不认识 两人既是邻居 又是同系的同学 所以要让太吴知道自己是谁了吧 中午太吴和仁夏在食堂吃饭 他又看到了会员 不自觉地多看了几眼 这个行为恰好被仁夏给捕捉到 也顺着方向望了过去 并且猜到好兄弟喜欢会员 没想到平时冷酷的太吴竟然害羞了起 急匆匆地离开了食堂 看着会员的样子 人夏觉得太吴好有趣啊 当晚太吴来到家教的地人 捕客的女孩正是强城珠的女儿强西珠 因为是熟人介绍的关系 西珠很快就与太吴熟弱了起来 甚至有些小崇拜 试课结束后 太吴立即被强家聘为正式的捕客老师 回到公寓后 人夏提起了会员 太吴没有讲 一个人离开了公寓 当回到租住的房子 就看到对面有个人 不停地砸会员的门 而屋里的会员完全像没听到一样 用心地读书 原来女人是会员的妈 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钱的 还恬不知识地嚷嚷 要不是她生了会员 她哪有机会上韩国大学 顶着这样的光环 会员被妈妈这么一推恰好的 太吴四目相对 不知道是尴尬还是羞耻 她独自离开了租住的房子 刚好被太吴给看到了 凑巧的是天空下起了雨 稀稀利利利的雨水淋在会员的身上 那股冰冷透过衣服直击内心 就在这时 一把雨伞挡在了她的头上 而撑伞的人正是太吴 太吴喊住准备离开的会员 邀请她一起喝一杯 两个人坐在便利店门口 谁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安静地听着雨声 第二天 夏董事长的老婆为了给儿子铺路 要求人下签署 放弃股权继承协议 那样的话就延续现在的生活 不用为经济的事发愁 其实太吴早就交代过 虽然新科士目前只是个预案 但从舆论和热度来看 等同于接班人计划的蓝图 所以夏夫人肯定会找上门来 让人下签署放弃继承协议 那么如果想打入到集团内部 第一步便是放弃 当晚 人下在便利店偶遇会员 于是把她和太吴带到了自己的公运 这让太吴多少有些嫉妒 兄弟喜欢自己喜欢的人 如何抉择成了一大难题 返回租住房子的路上 会员主动邀请太吴单独聚一下 其实她猜到她为什么会一直留在人下的身边 原来会员恳求帮她逆转人生 但被太吴果断地拒绝了 她希望二人互不干涉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 太吴勉强控制住了内心的情绪 因为她是喜欢会员的 这里更正一下 西珠是二姨太所生人下同父一母的妹妹 她要求父亲周六请人下来家里吃饭 长子立刻提出了反对 最终在西珠的撒娇之下 董事长欣然地同意了 一转头 二姨太私下劝董事长女儿只是随口说说 然而董事长挑明这个家由她做主 此外还透露 她已经知道了逼人下签署放弃股权继承书的事 随即不听二姨太的狡辩 亲自给私生子人下打去了电话 接到邀约电话的人下都懵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担心 就连太吴也觉得董事长的动作比预想中的要好 于是分析这个人非常冷血 因为二姨太跃全对人下下了手 所以董事长筹划假借她的手拿到那份放弃承诺书 同时又对人下表现出善意 实则为了惩罚自作主张的二姨太 太吴建议人下表现出 清楚自己的地位和上线 往后也不会贪图什么这样的一个人 剩下的那些人会看着办的 当晚西珠给人下打来电话 蒋明周六的家宴可是她求来的 作为感谢 人下请妹妹吃海鲜大餐 二人刚落座 她发现服务员居然是会员 随即向西珠介绍是自己的朋友 西珠好奇是哥哥朋友的话 那肯定也认识泰吴了吧 알고 있습니다 내 사람 주변에 여자 있는 거 별로인데 저도 내 사람 주변에 여자 있는 거 별로라서요 惠元这句话可谓是一语双关 既可以是泰吴又可以理解惠元下 吃完饭送走了西珠后 人下特地返回饭店找了惠元 为刚才妹妹的无礼而道歉 而惠元看出了她的难意 直言自己没有时间谈恋爱 没想到人下表示如果愿意 她可以买下惠元的时间 但还是遭到了拒绝 镜头一转 泰吴与惠元在公交车上相遇 惠元问她一年的时间可以卖多少钱 泰吴虽然不清楚 但感觉会很贵 所以与其用时间说废话 不如多休息来得实在 殊不知惠元此时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动摇 星期六的家宴 人下刚走进老宅 就被长子给刁难了 她虽然强忍着没生气 但西珠却不高兴 一口咬住了长子的手指 吵闹声引来了其他人 二一泰表示 这场不愉快的骚动 就是人下不该来的原因 如果听明白了的话 就该知道要怎么做了吧 紧接着人下被赶走的消息 传到了董事长的耳朵里 另一边 长子还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沾沾自喜 因为他给了二一泰一个 合理赶走人下的理由 并猜测二一泰肯定会感激自己 与此同时 人下把被赶出来的经历告诉给了泰吴 而泰吴反倒觉得是件好事 以后不用受到更多的屈辱了 他会好好打造出一个董事长的三儿子 此外计划中的次子已经和教授见了面 接下来便是耐心的等待 当天晚上 西珠英不满大家赶走人下 选择愤然离喜 董事长则是责怪长子 竟然赶走他邀请来的客人 他得好好考虑怎么惩罚才行 另一边 二一泰追上西珠就甩了他一个大嘴 并且警告女儿不准再做这么冲动的事 西珠自然心里不服气 气呼呼的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给泰吴打去电话 没过一会二人在学校见了面 恰好被路过的会员给看了 西珠赶紧起身宣示主权 话音未落人下就来接他了 结果会员表示想搭顺风车 就这样四个人一起到了小区楼下 西珠感叹泰吴和会员住在两隔壁的同时 看出来哥哥喜欢那个姐姐 与此同时 二姨泰在管家这里打听到 西珠经常提起人下 是因为新来的补习老师是他推荐的 紧接着泰吴就收到了短信 他被开除了 而此时西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泰吴 与此同时 会员和泰吴又坐在了便利店门口 他好奇十年后彼此会变成什么样 泰吴觉得二人记住自己的目标 那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 西珠得知补习老师换了人 立刻来学校找到了泰吴 问他为什么不和自己到更年 恰好被路过的会员给探了 泰吴听后 掏出手机给管家打去电话 表示会将多余的补课费退还回去 实际上是表明自己被开除了 而二人只是雇主和劳工的关系 西珠明白了泰吴真实的想法后 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表面上哭哭地与泰吴道理 然而一转头哭得非常惨 他的初恋还没发芽就结束了 另一边 会员故意出现在泰吴面前 感觉他对西珠太冷淡了 会员让泰吴将西珠 当成逆流而上的另一种可能性 言外之意就是利用那份爱慕之心 但泰吴不想伤害无辜的人 二人的谈话 恰好被窗帘后面的人下给听到 他一瞬间也弄不清楚 会员到底想得到什么 另外一边 会员妈偷了黑道大哥五千万韩元 然后就跑路了 第二天 黑道大哥就带人找到了会员 这一巴掌彻底地激怒了黑道大哥 他刚想动手 却被泰吴给拦了下来 恰好这事安保经过 黑道大哥便威胁会员 晚上去他的家里好好谈谈 放完狠花带着小弟离开了学校 泰吴拉着会员来到大课堂 让他找个别的住处躲起来 没想到会员一点都不担心 原来类似的是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 但从未躲避或者逃跑 因为一旦逃跑 仿佛像承认那个女人是自己家人一样 泰吴也不好再说什么 默默地离开了课堂 与此同时 人下得知了会员被欺负的事 便疯狂地给他打电话 而会员却始终没有见 因为他在思考 是继续追求真爱 还是选择辉煌的前程 此时泰吴已经走到了学校大门口 他的内心放不下会员 于是拼了命地往回跑 而人下始终联系不上会员 也发了风势地到处寻找 当泰吴返回课堂时 刚好看到人下和会员拥吻 而会员也瞥见了不远处的泰吴 二人的感情似乎就这样错过 当晚会员收拾好了行李 恰好撞见迎面走来的泰吴 他表示会暂时住在人下的家里 会员不明白 他留下来会有什么不同 对彼此依旧毫无意义 说不定哪天泰吴会为此感到后悔 会员知道 泰吴比任何人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二人就此安稳下来 那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了 所以他必须离开 望着会员离去的背影 泰吴的心异常的难过 然而会员在等公交车的时候 耳边不断地回想起 泰吴承诺不后悔的话 于是他折返了回来 敲响了房门 恰好这是人下打来电话 给人一种只要接了电话 就会失去会员的感觉 最终泰吴还是选择了接听 会员听到屋里有声音 却迟迟没有开门 选择了默默地离开 时间一换来到了五年后 人下在公司混上了一官半职 而泰吴成了集团培育组的组长 成立五周年庆典这天 董事长刘泰一个人在办公室 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 泰吴坦言没错 言外之意就是 他并不是新部门的主人 董事长听后就开除了泰吴 其实董事长已经弄清楚 泰吴之所以会爬得这么快 都是受了教授的提拔 还有过去的五年 把新部门壮大的不是泰吴 而是他自己的人 然而泰吴却指出 努力了这么久 新部门的市值也只有30兆韩元而已 讲实话就算没有他也能做得到 但自己想做的是 把新部门打造成全国前五的公司 董事长承认泰吴是个有能力的人 但他不喜欢 于是故意提起了泰吴的父亲 把一个无罪的人冤枉成杀人犯 还真是个有能力的人做出来的事 董事长提醒泰吴越是突出的石头 对手就越是会好奇他的背景 但泰吴却不那样认为 难道无罪的人 就不能是有罪的恶魔吗 很快他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弘毅今天就递交辞呈并离开公司 然而董事长却叮嘱 无所不为的人 不会因失去平常心的瞬间 很短就安心 反而会在转瞬即逝的瞬间 表现出一切 也就是没有辩解余地的失败 他希望泰吴以后不要被人看穿想法 也包括在自己面前 想继续留下来 至少得先学会隐藏本质的方法 原来董事长刚才是教导泰吴 再加上他太需要无所不为的人了 当然手中还握有这些人的弱点 庆典结束以后 泰吴看着教授推测 他应该马上就会被退位 毕竟利用完了 就只剩下了抛弃 人下担心的是教授退位 次子便会接管新部门 泰吴告诉他 次子想要集团控制权的话 那么新部门便是通往那里的捷径 因为新部门是集合了公司 所有的资本的地方 并管理着所有的子公司和分公司 镜头一转 泰吴以守卫最年轻的董事长秘书的身份 在董事长身边一干就是五年 五年后的一天 董事长突然昏迷溺水 二姨泰和次子 长子夫妇得知消息后 立刻来到医院探病 没想到董事长却坐在沙发上吃午饭 这几个人看上去特别失望 似乎迫不及待地想他死一样 此外四人注意到了泰吴 想法一致地认为他很讨厌 自从当上秘书后 就整天与董事长形影不离 董事长对他的高信任度 不禁地让四人格外地妒忌 另一边 董事长开始着手拉拢金候选人 因为皇家项目就要开始 只要他当选就能顺利进行了 原来在一年前 董事长告诉泰吴 皇家项目就是在南朝鲜里 在盖一个国家 价值数百亿韩元的超大型项目 第二天 次子与赵姓候选人见了面 他俩似乎达成了某个约定 殊不知被头顶的监控实时监视着 有人窃取了高尔夫球场的监控数据 并察觉到了次子的意图 他立刻将视频拷贝了下来 与此同时 泰吴收到了监控文件 他点开看过之后 立刻将情报分享给了人下和会员 人下不明白次子支持赵候选人 究竟对新部门和皇家项目一于何为 就在这时 当记者的会员收到内部消息 次子是青瓦台邀请的嘉宾 也就是说次子和赵候选人已经勾结 为篡位做足了准备 五天后 赵候选人果然当选 董事长得知消息简直要气账 导致急火攻心就急复发 泰吴健壮立刻拿出塑校就心丸 他含在舌下才慢慢好转 因为董事长知道 赵姓候选人当选后 一定会煽动是非 到时候与建设相关的部门定会来找麻烦 密途就是将集团四分五裂 董事长命令泰晤 立刻找出谁在背后搞鬼 这里简单的交代一下 会员是人下的女朋友 还没见过家长的那种 言归正传 董事长已经把全部的钱投进了皇家项目 如果失败的话 就会被冠上贪污的罪名 会员提议查查辅佐官 因为次子作为嘉宾不是照候选人的主意 而是无辅佐官的意思 第二天 会员就在无辅佐官的口中得知 今晚他要和好几个同事一起聚餐 聚餐时 无辅佐官强调必须拉董事长下台 然后把项目企划交给次子来 殊不知几人的谈话 一字不落地被监听着 原来会员事先用超能力 买通了饭店的老板娘 然后在隔壁监听记录谈话内容 如今已经很明朗了 次子借助赵候选人的势力 准备拉父亲下台 然后将新部门分离出去 除此之外还包括能源化学 信息通讯 物流服务等六个子公司 简单点说就是把核心的拿走 其余的变成空壳 如此一来 人下担心几方完全追不上对方的进度 然而泰无断定 最终胜利的是几方 赵候选人是他刺激董事长 拉次子下马的诱饵 这个角色的作用已经起到 泰无向人下保证 只要有自己在就必定会把次子拉下马 于是第二天他就约见了十九 那个电脑黑客 因为十九发现 二姨泰所运营的财团 向非洲难民组织进行了援助 与此同时 二姨泰威胁董事长所住医院的院长 成功地在这人的口中得知 董事长患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病 当天晚上 泰无向董事长汇报 有人以照候选人女儿的名义 在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海岸 买了一栋别墅 同时发现女儿的账户转入了五百万本金 而这些钱都是从一个拯救非洲难民组织汇出来 伪装成了救助金 董事长一下就猜到 是二姨泰的杰作 拥有新部门的人 就能掌握集团的命脉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扶持自己的儿子 虽然新部门确实非常重要 但泰无认为董事长应该担心另外一件事 原来在次子送走赵候选人之后 二姨泰约见了董事长曾经的秘书老崔 故意给二人制造了见面的机会 其实母子俩的目的 表面上是替老崔抱不平 毕竟泰无抢了他的位置 然后趁机拉拢他 实际上是想得知密尔顿律所的秘密 以此检举董事长独职和贪污 老崔听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然而次子立刻喊住了他 提醒别再做父亲的傀儡了 只要二人联手别说密尔顿律所 到时候给老崔建一个南朝鲜第一大律所 那样才是真正的主人 殊不知当天夜里十九就入侵了次子的手机 并发现了二人的密谋计划 然后他将来龙去卖奖给了泰无 泰无足足思索了一整晚 终于想到了与之抗衡的对策 第二天一早 老崔以快递的方式寄给次子一个优盘 优盘里的资料 全部都是董事长贿赂议员的证据 当然这些证据也被十九给截获了 泰无坦言没那么想过 但密尔顿的一个人会成为董事长的致命落地 说把他递过去照片证据 而这个人正是现在密尔顿的律师长老崔 另外一边 二姨泰催促儿子仅快与赵候选人达成共识 只要当上集团的董事长 区区一个总统可以换成千上万次 董事长深思熟虑后 命令泰无打电话给老崔 这里插一句 人下向会员求了婚 会员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因为计划成功的话 他将是董事长的三儿系 与此同时 董事长叫律所的人过来 交代他们处理好新部门 转为自己管辖可能引起的法律问题 因为此事极为机密 为了防止泄露需要收手机 全部人的手机保管好以后 老崔急得团团转 他明白这件事对次子来说是致命一击 如果不赶紧通知对方 连自己也得完蛋 第二天一早 次子通知母亲 老崔当透露新部门被董事长抢走了 董事会上 董事长宣布新部门将由自己直属管辖 升任次子为集团证券公司的总经理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家子公司常年亏损 升任相当于是降职了 然而检方收到匿名举报 董事长独职和贪污 于是检察长把这份差事交给了 给予展现自己的小方 另外一边 二姨太用手上的把柄威胁董事长退位 董事长不明白是次子想要 还是二姨太想要 二姨太索性挑明 丈夫所做的肮脏是自己一件不辣的全都记了下来 既然那么想做皇家项目 董事长刚想发火 突然感觉心脏隐隐作痛 他只好强装镇静表示回家再说 然后起身准备去拿塑效救星完 可二姨太立刻跟了上来 警告丈夫 为了儿子他什么都能做得出 于是将被份黑料扔在桌子上就打算离开 恰好赶上小方带着搜查令来到了公司 两件事的冲击让董事长的心脏病突然发作 他拼了命的想吃药却一头栽倒在地 药瓶随之滚到了一边 二姨太健壮 本能的走上前去 想救自己的丈夫 然而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日子 内心反复不定 最终他没有捡起药瓶 而是站直了身体 看着丈夫不停的抽搐 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其实董事长这个时候还没有死 但二姨太坐着电梯离开后 又有一个人走进办公室 他弯腰捡起了地上的药瓶 然后看了看旁边的董事长 而这个人正是泰伍 他看着董事长求助的眼神 立刻拨打了救护车的电话 与此同时 小方接到上级的电话 那头命令他取消本次行动 因为南朝鲜律法规定 嫌疑人处于昏迷状态 检方必须终止调查 很快一大家子来到病房 互相指责对方对父亲做了什么 没有一个人关心病人 这时泰伍走了进来 通知医生叮嘱董事长需要安静的环境 所以希望各位都先回去 被他这么一说 二姨太一家先行离开了 然而长子却对父亲的这个秘书产生了恨意 另外一边 次子不明白除了自己家和老崔 没人知道希尔顿的秘密 二姨太却认为一定是丈夫的仇家 原来匿名举报的不是他们 二姨太叮嘱儿子要把握时机 尽快召集高管准备紧急会议 接替董事长的职位才是上策 泰伍这边犯了难 所有的计划都基于董事长之上 他现在处于重度昏迷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人下发来短信 二人在医院大门口见了面 泰伍告诉他 董事长目前还没有恢复意识 医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醒 人下不明白之前让自己相信 现在却出了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代表计划失败了 然而泰伍却坚称没有失败 目前重要的是 人下不能动摇 不然就真的可能会前功尽弃 总之无论发生什么事 请务必相信自己 人下知道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他也只能试着再相信泰伍一次 这里简单的介绍两件事 长子想要收买泰伍 但被泰伍给拒绝了 这小子心里气不过 殴打了他的随行秘书 导致秘书怀恨在心 第二件事是泰伍对会员透露 事到如今能帮他的人 只有人想 泰伍一下就听出来 这是要和人下结婚了 似乎结婚成了会员的终点 而会员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当天晚上 泰伍急匆匆地赶往医院 当他来到病房时 董事长已经不在病床上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泰伍的计划 那天董事长得知老崔背叛后 立刻让泰伍把次子叫来 然而泰伍第一次顶撞了他 试问来了之后怎么惩罚 降职 软禁 如果他仍旧执迷不误怎么办 董事长是个聪明人 既然泰伍敢说出口 就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泰伍建议一次性解决 不能给第二次机会 要提前把将来的危险清除掉 计划的第一步 由他匿名举报董事长 必须先次子一步行动 这样他们就没办法再次进行举报 其实泰伍已经物色了一位检察官 小芳是警察出身 没有任何的背景 董事长清楚这类人 最想的就是办大案出人头顶 那么自己应该在泰伍的计划里怎么做 董事长很满意 问泰伍想得到什么东西 董事长又问次子解决了该谁上位 泰伍告诉他 是他的三儿子人下 这个人将会成为董事长的替罪羊 成为需要的恶魔 能为父亲做两个哥哥做不了的事 最终董事长觉得泰伍说的有道理 但附加了不能对集团有私心的条件 第二天 泰伍找到了彻夜未归的人下 坦白的董事长装病的计划 这把他给气得上去就是一拳 只问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泰伍没有生气 爬起来坦白状况不允许 万一发生预想以外的事 至少保住人下才有资本重新开始 可人下却觉得泰伍总是强调为了他 难道没有自己吗 然而泰伍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自己存在的理由 是把人下变回董事长家的三儿子 如今机会已经成熟 父亲要见他了 与此同时 毫不知情的二姨泰召开了董事会 强调董事长因病空缺的这段时间 按照程序理应他来代替 但自己能力有限无法胜任 所以举荐儿子暂时接管 另外一边 十九利用技术 将证券公司原本的福利 由共一千股改为了美元一千 中间蒸发了百分之三十 紧接着监管部门就对次子进行了传唤 怀疑他恶意操纵股市 直接损失达一百一十四兆韩元 而所有的功劳 泰伍全都归到了人下的头上 董事长不明白想到 让公司口碑受损的办法 一开始的理由是什么呢 人下称只是个见面 其实泰伍事先交代 与董事长对话不能犹豫 不然的话游戏就结束了 人下按照事先商量的提出要明分 希望父亲亲自对外界承认自己是他的 董事长转头在柜子里拿出了一份合约 挑明签了字才能聊之后的事 而合约的内容是继承者协议 人下爽快地在上面签了字 次日一早 董事长主动见了二姨太 挑明他重击了 气得二姨太上去就要跟丈夫拼命 至此次子一家彻底地败了 当晚人下以家人的身份 在老宅第一次参加了家宴 镜头一转 董事长接受贿赂调调查 人下成了负责推轮椅的人 他在泰吾的帮助下成了董事长的三儿 被认可的私生子 仅凭身后出谋划策之人的一个优派 就下的检方立刻放了财阀父亲 并且得到了他的信赖 一度成为头条的热门话题 国民对他的讨论度越来越高 然而却先有人之谋划者泰吾 董事长出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见了背叛者老崔 这人健壮紧张地立刻跪地求饶 然而他和颜悦色地让老朋友站起来 并好心地提醒 如果让人看到还以为要弄死谁呢 至于负责此案的小方检察官 则是被当作了弃子 上头以升迁为幌子 把他调到了偏远的南方 紧接着一则任命 让公司内部炸开了锅 泰吾为新部门的总经理 私生子人下成为副经理 可昔日提拔泰吾的教授心里不服气 毕竟他辅佐的是次子 今后何去何从就要看人家的脸色了 泰吾觉得这得看教授自己 是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做事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打算 实际上泰吾确实没把教授当成敌人 因为只有级别对等的人才配得上 另一边 二姨泰从老宅搬去了乡下 不知道是放弃了争斗 还是另有什么目的 当天晚上 董事长把次子叫到跟前 公职公司不会对他进行处分 但想要继续做自己的儿子 无论在哪里只准正常的呼吸 如若不然不要说集团 就连家里也不会再有次子的位置 次子心里气不过 明明自己小心翼翼地努力生活 为了成为继承人放弃了很多 到头来却换得这个结局 他不甘心 更加的不会如父亲的意 不过这些都是心里话并没有说出口 次子表面上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心里却酝酿了一个更大的计划 没过一回 董事长又把泰吾叫到了跟前 表示想让人下负责科技子公司的出售协商 泰吾也认为科技子公司是个鸡肋 若考虑到长远的未来 他的事必定大于得 实际上董事长早就规划好了集团的蓝图 凭借皇家项目打造他的商业帝国 不过目前新建皇家公路的资金筹备不足 所以科技子公司如果成功出售 那么资金的事就能迎刃而解 董事长之所以让人下负责 说白了是信任泰吾 另外一边 人下向会员求了婚 会员顺理成章地答应了 二人在沙滩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件事人下以短信的方式 公知给了刚刚忙完的泰吾 第二天 泰吾把出售的事告诉给了人下 这是他被认可后的第一次考验 所有人都期待着他失败 但泰吾让人下放心 只要有自己在就会完美成功 紧接着二人研究起收购公司的负责人 他不同于董事长 除了名的既理性又通勤达理 人下之前见过他一次 总让人感觉到不舒服 就在这时 人下叫的两名手下来到了家里 很明显泰吾有些不高兴 毕竟事先没有商量过 不过人下却让他放宽心 这两个人是除了泰吾最信任的心服 他保证不会出事 与此同时 辅佐官去请会员吃泡面 实际上是想让他从政 话因为洛将人下 向会员求婚的照片摆在了桌上 辅佐官要跟踪的人是人下 无意间拍到的他 此外议员对此事浑然不知 所以辅佐官想以个人的角度投资会员 会员想了想欣然的同意了 会员把和辅佐官见面的事告诉给了泰吾 其实泰吾也打算培养他从政 听到这话会员果断的拒绝 泰吾还想说些什么 可看到会员戴着的结婚戒指就没开口 会员意识到他目光的异常 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 殊不知二人的行为 全被一个神秘人给拍了下来 次日洽谈合作之前 心腹小马突然汇报 收购的负责人临时换了你 对于这件事泰吾也很意外 他知道心腹责人高明灿不是一个草猫 不过协商出售无外乎卖家与买家 以及各自心理的成交价 虽然之前的战略用不上了 但泰吾相信绝对可以克服现有问题 然而带他离开办公室后 人下立刻给小马打去电话 命令他做一件事 与此同时 大东集团的高明灿 他深知要收购的子公司梅花筒 要不是父亲逼迫 早就把钱投到房地产里去 以至于对此次协商非常的消极 无论人下方展示什么优点 他都会砍价5% 一个小时后 就提出以出售价的65%收购 并且附增不留任何老员工的条件 期间小马忽然收到一条短信 泰吾立刻察觉到有问题 于是以中午该吃饭为由 提议休息60分钟再继续 紧接着就在卫生间堵住了他 如此重要的会议上 居然和朋友因私事发短信 泰吾命令小马退出会议 他会另行通知人下 然而还没等泰吾走进休息室 小马就已经电话通知了人下 人下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毕竟此次出售相关的决定权在他的手上 言外之意是泰吾有些见语 不过他话锋一转 决定用那个办法 原来前一晚二人商量 人下担心出售计划失败 想要散播假信息给负责人 去年国外要高价收购子公司的事 他保证合理合法合规 但泰吾却强烈反对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董事长想要看到的是 以正面的手段成功出售 现在人下又想着投机取巧 泰吾直呼他选了一条最糟糕的路 与此同时 高明灿这边已经得知了假消息 而散布的人正是人下的心腹小马 高明灿团队分析国外要收购子公司的话 势必会比国内的价格高十倍以上 大东集团可以先下手为强 无论是分割还是整体 再转卖就可以获利 所以高明灿爽快地 以高于收购价13%的价格 在人下的手上买下了子公司 然而董事长得知后特生起 他最痛恨靠旁门左道谈下声音 不清楚当人下动歪脑筋时 泰吾为什么不阻止 人下立即承认都是自己的错 与泰吾没有关系 然而董事长却警告他 虽然用旁门左道获得的成功也是胜利 唯独人下不能用 有些是不需要亲自出面 可以让其他人代替 这些人就是为了做这些事而存在的 但人下却没使用 错就错在了这里 如今手上有了卑劣的行为 怎么留在这个家里 董事长立即赶走了人下 反而留下了泰吾 邀请他周六参加家宴 然而经历了这件事 人下认清了泰吾实力的同事 深深地明白父亲始终不待见自己 实际上董事长考虑到刚认了三儿子 许多人都在盯着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 必然成为董事会乃至整个集团的把柄 泰吾觉得这些话 应该亲自对人下讲 那样他才能深切地感受到父亲的用心 当晚 人下就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 他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泰吾听后让他放心去 然而人下刚离开没多久 凑巧已经拨通了会员的电话 泰吾被袭击后 凶手拿了钱包就跑了 而他没有力气拿起电话便晕了过去 镜头一转 会员在医院找到了昏迷的泰吾 由于伤势非常严重 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抢救 会员独自在手术室门外 怎么打人下的电话都没人接 原来人下正在老宅同父亲聊天 董事长警告这个三儿子 如果想继续留在家里 从今往后别做什么出格的事 只要在他需要的时候遵从吩咐 按照只是行事就可以了 人下清楚 这是要自己做一个傀儡 就在这时 董事长让他接电话 从一开始就想得不停 当人下在会员的口中 得知泰吾重伤在医院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探望 而是叮嘱部门主任阻止警方调查 因为一旦事态扩大 可能会给集团带来困扰 交代完毕这些 他才第二时间赶到医院 其实会员喜欢的是泰吾 但他为了尚未不得不利用 人下对自己的感情 剧透一下 其实泰吾是知道病纵容的 另一边 主任把人下阻止警方调查的事 告诉给了董事长 他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样做 出人意料的是董事长居然默许 还命人悄悄地将泰吾转进了旗下的医院 第二天一早 西珠在哥哥们的口中 得知泰吾重伤住院后 立刻赶往医院去探望病情 反倒是长子和次子互相猜忌 对方就是幕后指使的真凶 医院这边 泰吾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会员见状刚想去叫医生 却被他拽住了胳膊 然而就在这时 西珠闯了进来 随后人下也走进病房 会员这才有借口去叫医生 实际上西珠刚才看到泰吾签会员的手 不过没告诉人下 经医生检查 泰吾已经脱离了危险 人下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父亲 顺便交代了掩盖调查的决定 董事长表示二人的想法一样 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然而挂了电话后 他嗅到了一丝不对劲 于是立刻拨通了老崔的号码 命令他调查一件事 同时西珠奉劝人下别被会员给骗 因为他看出来那个女人不爱她 但父亲已经同意人下和会员结婚 所以他不想再听到妹妹诋毁未来的嗓 实际上 人下也看到了泰吾签着会员的手 他故意等在妹妹进病房之后才进去 回到公司 辅佐官对会员透露了一件事 他打听到有人拼命地掩盖泰吾被袭击的案子 而那个人就是人下 所以到现在警方都没有立案 人下一直待在医院守到泰吾醒过来 他谎称掩盖调查是父亲的命令 大家已经约好忘记这件事 没有任何地方会再提到 泰吾不明白这不是单纯的抢劫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点 人下劝他别再追究 不仅是为了他也是为了公司好 林离开前还特地提到 董事长已经同意自己和会员的婚事 一转头 这小子来到了泰吾被袭击的案发现场 属下身子摸那摊还没干透的血子 与此同时 泰吾找到董事长 想要查清楚幕后的主使 董事长想了想附加了两个条件 不准被外界知道 也不能泄露被袭击人的身份 然而带泰吾离开后 他立刻命令老崔在泰吾之前找到主使 镜头一转 泰吾浑浑噩噩地来到了石九的藏身处 拜托他找到袭击自己的人的身份 第二天 会员妈找到女儿 逼会员给自己一些零用钱花 实际上是有人雇他这么做的 报酬是一千万韩元 当会员失魂落魄地回到公寓 发现人下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一声关切地问候 让受了委屈的他彻底地破了房 却忽视了人下那得逞的眼神 石九用了两天的时间 成功地黑进了首尔交通监控系统 依靠监控找了那个袭击太无的神秘人 而这个人正是长子的秘书 也就是说幕后主使是长子 当晚 人下把会员带回老宅参加家宴 临结束前董事长都没问儿媳叫什么 其实老爷子早就调查清楚了 他现在在赵候选人手底下做事 刚好与集团支持的是死对头 所以董事长希望儿媳可以辞职 会员当着所有人的面挑明 想要他辞职也可以 但至少得给相应的补偿吧 董事长非常欣赏会员的勇气 但不喜欢他这份态度 其实人下知道会员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于是叮嘱他不用担心 那东西很快就会来了 三天后太无康复出院 他跟踪长子秘书来到一家酒吧 并从这人见到自己的语气和状态推测出 这伙人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了自己 那么袭击的目的只能是警告 他想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太无让秘书转告长子 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随即气冲冲地离开了酒吧 而秘书立刻向主使进行了汇报 太无来到与会员秘密见面的天台 感情戏就不讲了 二人因为不同的目的始终没能在一起 但又忘不掉对方 于是在天台上接了吻 殊不知全都被秘书给拍了下来 转头就交给了长子 人下和会员结婚当天 太无收到了十九调查长子的信息 发现这人长期投资可疑的欺货 婚礼仪式结束后 长子用接吻的照片威胁会员 想和他单独出去聊聊 然而镜头一转 太无浑身是血的从昏迷中醒过来 手里还握着一把钢针 身后的长子夫妻已经死了 依照伤口来看他成了重大嫌疑人 究竟是栽赃陷害 还是太无一时激动杀的人 埃法家的长子仅用一张照片 就把他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心甘情愿地为其当狗腿子 原来长子弄到了太无与会员接吻的照片 于是就威胁会员约太无到 直接带集团家族成员的酒店见一面 刚见面长子就将照片摔在桌上 威胁太无今后替他做事 不然就把这件事捅出去 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 继续做人下什么都不是的狗 或者闹得人尽皆知就连会员也跟着遭殃 最终太无为了心爱的人 被迫向长子屈服了 当天晚上这俩人就彻底的磕害了 太无只觉得天旋地转 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 他浑身沾满血字地醒了过来 此时长子已经没了呼吸 而太无成了案件的重要嫌疑员 很快新闻就此事进行了报道 会员和人下这才得知太无被逮捕了 另外一边 警员开始了审讯 无论太无说什么他就是不信 因为酒店只针对家族成员 监控只拍到了太无 长子和女历属三人 太无认为虽然为了保护隐私 电梯和房间内没有安装监控 但如果案发前就有人躲到里面去呢 警察表示那就不是自己的事 他自己得好好地记起来才行 此外警方在太无的身上 检测出了毒品的成分 他这才隐约地记起 长子在杯子里倒了一包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 警员起身精准地露开太无的袖子 找到了一个注射的针控 坐实了他接触了毒品的行为 可这与印象中的并不一致 另一边董事长也在关注这件事 他立刻打电话给人下 质问明明已经交代了阻止媒体报道 为什么还是不断地有消息泄露 该不会是有内部人员故意为之吧 董事长警告人下 万一是因某个人愚蠢做出的行为 那这个人得交出职位才行 而人下挂掉电话后 摸了摸泰吾总经理的职位牌 表情机因冷又愤怒 他回到家发现妻子站在阳台上 实际上会员是在担心泰吾 希望丈夫能够想想办法 然而人下警告他 就算再怎么样夫妻俩也是集团的人 无论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都必须把集团的利益放在手里 并强调从现在开始 会员必须将泰吾的记忆抹除 别再让自己生气了 第二天一早 泰吾就被押送到了西部监狱 随即第一次庭审开始了 长子秘书作为证人出席 他的证词基本上与监控拍到的一致 侧面的证实了 案发当天房间只有三个人 此外这人还提到 之前泰吾扬言向长子报仇的是 当晚有人来探视泰吾 而这个人正视人下 他怪泰吾毁了二人的梦想 以及现在所得到的一切 大概意思就是以后二人分道扬镳 泰吾猛的意识到不对劲 人下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杀了长子 似乎一点都不出乎意料 第二次庭审 秘书又作为证人出席了 这点引起了董事长的怀疑 一个曾试图杀害泰吾的凶手 接二连三的参与进长子死亡案中 肯定有什么目的 所以他让老崔查查长子命令秘书杀泰吾 和泰吾赐死长子的真正理由 另外一边 泰吾绝食了五天 下午放风的时候 不知道是毒瘾发作 还是营养不良 突然就晕倒了 一瞬间案发当天的记忆涌了出来 他迷迷糊糊的看到现场有第四个人 但那人的样貌却怎么都记不起来了 当泰吾再次醒来 已经是在医务室了 恰好里面没有人 面前还有台电话 就在他打算联系外界的时候 医生突然走了进来 然后将电话推到了泰吾的面前 作为替他杀了长子的报答 泰吾立即拨通了会员的电话 拜托他帮自己调查长子死亡案 就在这时 预警闯进了医务室 并且看到了泰吾使用电话 不过这人没有声扎 掏出一支笔在他的手心写下一个账号 索要保守秘密的松口费 第二天 人下填补了总经理的空缺 刚上任他就命人把泰吾的职位排除了 与此同时 会员找到了石九 原来都是泰吾让他这么做的 石九在得知消息后 伪装成了一名律师 来到看守所探视 泰吾希望他调查长子的秘书 因为他是除了两名死者 和自己最有可能见过凶手的人 然而真正命令秘书做事的人 竟然是泰吾的合作伙伴人下 镜头一转 最终庭审结束 法庭宣判泰吾杀人罪名成立 处以最高刑罚死刑 原来石九查到了秘书的住址 依照定位来到了他的公寓 恰好进电梯的时候遇到了人下 意外发现人下竟然和长子的秘书有联系 原来多年前秘书的母亲是集团的员工 因意外交通事故死亡 肇事司机逃逸 所以和人下住在了一起 二人这一住就共处了七年 泰吾得知这个消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此外石九还黑了秘书的手机给人下打了通电话 二人都以为是误处 却没想到 秘书出庭作证都是人下一手安排的 而目的就是让泰吾做一辈子的狗 与此同时 人下交代法务部部长 无论是动用人脉还是使用办法 务必让法官判泰吾死刑 紧接着法官宣判泰吾杀人罪名成立 判处最高刑罚死刑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通常杀人犯或死刑犯的名牌是红色 当泰吾进入牢房的瞬间 就把两个黄色的玉油给吓坏了 凑巧的是关在一起的县老大 是当年讨要高利贷的那个人 二人这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当天晚上人下越想越起 原来他早就知道泰吾和会员的秘密 但一直憋着没说 然而脑子里总是浮现二人亲近的样子 恰好这时会员走了进来 人下疯狂的上去求爱 结果却被会员一把给推开了 财阀家的小儿子所爱不成 一把将妻子拍进了浴缸里 然后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缓缓地道出了取他的理由 人下把泰吾比作是狗 为了不让狗吃的泰宝友变成人的想法 所以才会抢走会员 发泄完情绪他就离开了卫生间 实际上会员也隐瞒了一件事 他早就知道人下在基地的对面 应该是发现了二人的秘密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告诉泰吾 第二天一早 会员探视了泰吾 表示想要开始他自己想做的事了 泰吾建议直接去见董事长 笔直气壮地告诉他想到基金会工作 紧接着会员按照泰吾交的方法 来到了董事长的面前 董事长从他的语气中听到了泰吾的影子 所以就给了会员一个机会 最终二人达成了一致 与此同时 泰吾在黑老大的手上买了一部手机 当然不是谁都能弄进来的那种 第二天 人下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 通知他这周末的家宴把妻子也带上 感情戏就不讲了 泰吾骂来监狱探视儿子 但被泰吾给拒绝了 之后又反悔闹事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最终被关进了单人间反省 当晚预警透过小窗巡逻的时候 泰吾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回忆起 案发当晚负责开车的那个人并不是秘书 紧接着就拨通了十九的电话 拜托他调查开车去酒店的人到底是谁 第二天 十九利用关系找到了司机的下落 可这个人身手非常敏捷 运气极其爆表 巧妙地逃过了抓捕 当晚司机与秘书约在了酒吧见面 然而他被突然出现的秘书一刀就给结果了 当然这都是人下下的命令 事后人下决定做掉泰吾 镜头一转 董事长在家宴上宣布 集团基金会总经理由三儿媳担任 这话立刻引来了二儿媳的不满 但老爷子决定的是不允许再更改 致使他将矛头指向了会员 宴会结束后 一名狱警接到了人下的命令 紧接着泰吾就被单独叫了出去 原来人下收买了十九的合伙人准备除掉他 就在这时手底下的人通知 泰吾昨晚越狱了 与此同时 狱警告诉秘书 昨晚准备弄死泰吾之前 他就已经不在狱中了 很快新闻就此事进行了报道 会员在看到新闻后 立即来到了十九的藏身地 但敲了很久的门都没人印 实际上十九已经被控制了起来 此时正被迫地搜找泰吾的下落 恰好这时会员妈打来电话 她输光了所有的钱 爽快地答应了母亲的勒索 看到泰吾逃狱的还有西珠 她拜托秘书长 无论如何都要查到泰吾的下落 会员和母亲见面后 塞过去一大袋现金 并拜托她动用关系帮自己找个人 事成之后再给双倍的用金 会员妈一听还有这好事 言声应了下来 然而她越想越不对 担心女儿劈腿被财阀家逐出门 那以后还怎么勒索钱财了 一转头她就把这个消息 仔仔细细地告诉给了人下 人下听后心里这个气颜 恨不得立刻解决了会员 一个阴冷的计划在脑中阴郁而生 与此同时 泰吾在昏迷之中 隐约地回到了长子死亡那天 她依稀地看到了现场的第四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人下 想到这泰吾猛的惊醒 听到响动的董事长走进了卧室 原来二人正处于集团大厦 最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 泰吾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董事长挑明有人教唆杀手到监狱 要不是自己先出手 泰吾可能已经死了 她觉得长子秘书出现的过于频繁 所以命令老崔暗中调查 结果还侦查到点蛛丝马迹 长子秘书 袭击泰吾的人和人下走得很近 董事长推测长子遇害时 人下应该也在现场 第二天 会员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并约好晚上见面 然而来的人却是长子的秘书 这人二话没说就把他给迷晕了 当会员再次醒来 已经被绑在了精神病院 感情戏就不讲了 总之人下威胁 如果还惦记泰吾的话 就一辈子待在这里吧 与此同时泰吾猜到 董事长就自己肯定有目的 董事长也没瞒着他 坦言担心人下与老朴合作 因为这俩人都试图分裂集团 分裂计划正是泰吾一手策划 董事长希望阻止计划 并将人下从集团中除名 原来在泰吾入狱期间 人下就已经挖到了老朴大量的把柄 不过他不打算用其威胁 而是得到新顾门 然后再与老朴合作 因为这人的手上掌管大量的子公司 若再加上人下即将接受 必定成为临驾县集团之上的帝国 他希望这把交易由老朴来做 如此诱人的条件 老朴自然非常的愿意合作 次日泰吾不断地思考 如何摧毁人下的技术 终于被他想到一条妙境 另一边 人下给了会员一个机会 只要今后只想着他一个人 像对泰吾那样 就放他从精神病院出去 如若不然只能待在这里等死 没想到会员想都没想就服软了 其实人下是想利用会员 而会员也在谋划他自己的未来 董事长得知了这个消息 并告诉给了泰吾 泰吾瞬间就明白了 人下想利用会员对基金会动手 因为想要分割集团 势必需要大量的资金 恰好会员前不久刚到基金会任职 紧接着董事长就让老崔 把会员带来了办公室 叮嘱此事该站在哪一边 务必要好好地判断 会员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 不过作为交换 他希望董事长不要阻止 自己今后做的事 当晚 石九根据车牌号 查到了泰吾的所在位置 另一边 泰吾剖析了反制人下的计划 首先董事长必须亲自除掉老朴 把他从集团中分离出去 现如今最重要的是 让这人站在己方这边 所以至少得给老朴一半 董事长听后坚决不同意 然而泰吾表示这还没完呢 一半只是暂时给老朴而已 因为他还会全部拿回来 泰吾和人下的商战 正式拉开了帷幕 没过多久人下来到顶楼办公室 恰好撞见了家庭医生 泰吾听到二人的对话 立刻躲在墙后 这时董事长及时出现 把人下给赶走 然而人下已经起了疑心 董事长明明身体很健康 那么医生来给谁看病呢 泰吾这边提议 必须尽快与老朴见面才行 然后就离开了顶楼办公室 一转头 董事长约见了老朴 表示愿意将集团的一半 给他并分离出去 与此同时人下和妹妹西珠 同时得到消息 泰吾应该就躲在 董事长的顶层办公室 老朴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一半 瞬间决定抛弃人下 而泰吾在会员的帮助下 成功地拿到了 长子死亡房间的房卡 他来到案发现场 朦胧地记得当时女秘书 正在录视频 而那个手机应该就在地上 与此同时 姻爹心脏病突然发作 不慎跌进了浴缸里 儿子健壮非但不营救 反而用手把他往水里按了按 事后才被女儿吸住发现 经过医生抢救 董事长的情况依旧很不乐观 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 等他恢复自主意识 与此同时 得知情况的泰吾 找到了降职的小芳检察官 表示此行不是来自首的 而是偿还害他来到这的宅 泰吾推测 长子死亡当晚女秘书的手机 录下了全过程 是想一辈子待在穷乡僻壤 当三流检察官 还是回到首尔地方监察厅 出人头地 全在小芳的一面之间 最终小芳选择了相信泰吾 偷偷地溜进检察官办公室 查到了与案件相关的物证 放在了哪里 其实他也担心 万一手机里什么都没有怎么办 泰吾坦然地让小芳 拿自己去领赏 反正他的处境 已经在悬崖边了 小芳这才把他靠在路边 不自寻找女秘书的手机 但是成之后 他回到车里 给手机充上电 可智能手机开机需要密码 于是小芳利用职业的便利 在手机店成功地解锁 他接过手机一看 别说拍的视频了 就连照片一张都没有 他心里这个后悔 听信了泰吾的鬼话 小芳气冲冲地把手机交给泰吾 泰吾打开后情况也是一样 然而他灵机一动 找到了一个私密文件夹 视频证据就在里面 原来案发当晚泰吾喝的有些多 有气无力地趴在了地上 红样上头的长子 突然撞见了秘书 这人二话没说一针 就把他给刺死了 然后将所有的罪证 都伪装成泰吾所为 并且给他注射了一针什么东西 做完这些传来的开门的声音 除了秘书以外的第四个人走了进来 看到这泰吾将手机合了起来 他希望小芳将视频从这里剪掉 因为查不到第四个人 那么秘书就有可能脱身 紧接着小芳将证据交给了次检察长 虽然来源不符合规定 但次检察长欠他一个人情 所以破例了一回 命令小芳立刻回到首尔复职 与此同时 通缉犯含泰吾来到了警局自首 很快小芳就带人 以涉嫌杀害长子和女秘书 对长子秘书进行了紧急代理 而泰吾的第二次庭审将由老崔来负责 他表示受了董事长的吩咐 务必帮忙将此事收尾 这里提一下 董事长昏迷期间 只有小女儿西珠中日守在病床旁 希望父亲早点醒过来 人下约了老朴 想要拉拢他扶自己上位 可老朴也不是傻子 需去一个下家的数字 但凡董事长每天醒来 人下必将被扫地出门 还妄想得到整个集团 二姨泰姆子俩也在谋划 他们不仅想要拉拢董事会的成员 还想让泰吾为己所 殊不知泰吾的计划已经开始了 会员向人下提出离婚 决定协助心上人的篡位 泰吾在审判的日子里 将计划全都告诉给了黑老大 他当进入集团 就在海外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 最初的目的是 协助人下成为集团的主人 没人知道他的存在 几天后 黑老大刑满被释放 会员就立即找到了他 交代泰吾成立的空壳公司董事长 在华尔街被称为投资鬼才 身份地位极其显赫 黑老大听过泰吾的计划 但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董事长 然而仔细地翻阅过资料后 他震惊地发现董事长是自己 原来这些都是黑客十九座的 他制服了背叛的合作人 离开了藏身的地点 紧接着就伪装成了律师 探视了泰吾 因为无意间查到 他有家投资公司 很快在众人的操作下 投资公司收购了集团23%的股份 一举成为最大股东 得知情况的人夏简直要气死了 他命令秘书立即查清投资公司 另一边 泰吾第二次庭审开始 由于人证误证据在 法官当庭宣布杀人罪不成立 泰吾被无罪释放了 人夏注意到泰吾无罪后 自知不是他的对手 再加上担心董事长哪天突然醒来 然后把自己赶出家门 于是来到了父亲的病床旁 想要亲手接过了他 人夏想拔掉父亲的氧气 但被泰吾及时制止了 还劝差点杀了他的人 变回原来的样子 可人夏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现如今只想站在集团的顶点 反倒警告泰吾别阻碍他 至此二人彻底的决裂了 当晚玉警叫醒了长子的秘书 通知有人来探视 然而会面是只有一部手机 原来人夏担心杀死长子的事暴露 特地打电话试探秘书的口风 虽然秘书愿意扛下所有的罪 但他的心里非常的害怕 结果会面结束后 玉警就把秘书带到了没人的角落 除掉新出大患的人夏送了一口气 另一边 泰吾的计划起到了效果 次子和人夏纷纷要求见面 继而收购他手上的股份 次日泰吾把两伙人约到了一起 挑明自己就是投资公司的幕后操纵者 无论谁拿到他手上的股份 就能成为最大的股东 二姨泰和次子愿意坐下来好好谈 但人夏表示不怎么相信泰吾 最终这场二虎相争的戏没唱成 第二天 大嫂把人夏叫到了画廊 她手上握有长子 和娘家的股份 表明会全力支持人夏 就在这时 二姨泰打来电话 邀请人夏参加晚上的家宴 然而她突然转变的态度 让人夏隐约的感觉到不对劲 果然晚上刚她进老宅 就看到泰吾坐在餐厅 而她似乎已经和二姨泰达成了协议 这把人夏气得连饭都没吃 直接离开了老宅 回到家以后她越想越气 掏出手机给狱警打去了电话 紧接着第二天 泰吾的继父就获得了三天的假期 并且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而内容正是泰吾母亲的所在地 没过多久 继父就堵住了母亲 家暴的恐惧吓得她跌下了身后的楼梯 后脑恰好磕在石头上 当场没了呼吸 另外一边警方收到举报 以教唆弃尸罪依法带二姨泰回去调查 与此同时 集团召开的紧急记者会 时时不见夏家的人 就在这时 人夏走进了会场 她高调地宣布老董事长身在医院没有了意识 而集团被假新闻闹得非常不安 所以自己将暂时代理董事长一职 驻集团渡过难关 泰吾这边收到一条短信 内容是继父出狱的照片 她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驾车开往了母亲居住的地方 然而却在停事间 看到了母亲冰冷的尸体 与此同时 成功篡位的人夏 得到了政界议员的支持 很快泰吾为母亲操办了桑恋 持久查到继父放了三天假 泰吾的母亲 她希望泰吾好好送走母亲 然后二人坐下来谈谈 次日人夏准备上任 可刚走出电梯 就发现小芳检察官早就在等着 并以涉嫌杀人罪进行依法逮捕 提供线索的人正是泰吾 人夏被捕后一点都不慌 她认为警方没有证据定自己的罪 甚至叫嚣让小芳承担责任 然而小芳也没废话 让同事直接把证人带进审讯室 而这个人让人夏心头一紧 竟然是长子的秘书 原来人夏命令狱警 偷偷地将秘书除掉 但这人刺了两下后 伪装成自杀没有捕刀 就离开了案发现场 刚好被躲在旁边的御医给救 紧接着泰吾就接到了她的电话 泰吾得知这个消息 立即来到了监狱 挑明教唆狱警刺杀秘书的人 是个为了自身利益 无论是谁都能轻易抛弃的混蛋 人夏是没有朋友的 秘书只是他的一条狗人 试想一下 如果自始至终都是独自一人 还能发生这些事吗 泰吾安慰秘书 身为某人的狗的时代已经过去 是时候过上自己的人生了 其实这些道理秘书都懂 但对一起长大的朋友抱有一丝幻想 他质问人夏为什么那样对待自己 真的把他当作狗来对待吗 至此秘书认清了现实 小方检察官也没闲着 播放了长子死亡时的录音 原来女秘书的手机 恰好拍到了二人行凶的过程 也就是说人证物证齐全了 等候审判的日子里 人夏收到了一封信 寄见人是老董事长 父亲向护吉科申请把他踢出了阻击 改随母姓姓白 或许在这世人夏才真的知道错了吧 另一边 西珠拨通了泰吾的电话 有重要的是找他商量 可当泰吾急匆匆地赶到老宅时 老董事长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几天后人夏的庭审结束 因杀害血清长子 企图谋杀共犯长子的秘书 妄图湮灭证据 人夏无期徒刑 当天夜里 人夏就在狱中自杀了 三年后 泰吾帮助老董事长 完成了他的皇家梦想 那个成功篡位的人 不是人夏 也不是次子 而是毫无血亲的泰吾 原来那天老董事长叫泰吾来老宅 表示只有不带私欲的人 才能成为集团顶点人 然而那个人必须守护好自己的东西 至此老董事长将位置传给了泰吾 故事到这基本上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陪伴 下部电视剧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